作為對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行動的反擊 美國聯邦參議院週四全票通過了《香港問責法》 週四中午 在包括美國共和民主各黨議員的一致贊成下 參議院全票通過了《香港問責法》 及一項有關香港的決議案 代表著美國參議院對港人反對港版國安法的強烈支持 在街上抬開對抗議報道 《香港問責法》原稱《香港自治法》 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以金融等制裁手段 懲罰涉及違反一國兩制及香港高度自治的中港官員 包括鎮壓香港示威者的警察部隊 以及負責對香港實施嚴格的 《國家安全法》的中共官員 還將對於發現違法實體有業務往來的銀行施加制裁 《香港問責法》還需要經過眾議院審議 最早可能在6月30日獲得通過 最後由總統川普簽署生效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